特朗普一个从小在街头磨砺出来的硬汉 他深信想做事就要无所畏惧 想说话就要直言不讳 胜负才是唯一的标准 如今他摇身意变成为 马哈顿房地产界的大佬 财富如山 特朗普这个名字就是他的力量 在美国名气就是一切 You're fired 如果今晚特朗普在这里 愿对众人的嘲笑 他一定会做出一番惊人之躯 或许能撼动白宫 他曾放言 我正式宣布竞选美国总统 特朗普的战争打响 这是一场硬仗 但他势在必得 你永远猜不到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下一个惊喜又会是什么 二年来关于特朗普竞选总统的视频 不计其数 每次都能让人大跌眼镜 让我们来揭开特朗普背后的故事 他是如何从一个普通人 蜕变为备受瞩目的政治人物的呢 这要从他的父亲说起 特朗普出生于 有约的布朗克斯区 他的父母弗雷德里克 和伊丽莎白斯来自德国的移民 高中毕业后 他进入了一家木工店当一名学徒 这份工作让他乐在其中 但他心中一直有个更大的梦想 成为一名老板 21岁那年 弗雷德决定放手一婆 创办了一家公司 并用母亲的名字命名 大萧条时期 经济形势严峻 但弗雷德并没有被吓到 就在公司濒临破产的危机关头 一个绝佳的商机 摆在了弗雷德面前 他敏锐地抓住了机会 建造了纽约市第一家 现代化的自主超市 超市开业后生意兴蒙 弗雷德果断地将他出售 赚了一大笔钱 有了这笔资金 弗雷德和他的商业伙伴 又做了一笔聪明的投资 他们以极低的价格 收购了一家陷入困境的 房地产公司的子公司 这家子公司让他们 轻而易举地拿下一大批 即将被银行收回的房产 然后高价转手 很快就赚得盆满钵满 不久特朗普父子成为了纽约 房地产界的一方八主 特朗普和他的兄弟姐妹 从小就过着富裕的生活 他们住在一栋拥有23个房间的大房子里 每天都有端车接送上药学 名副其实的富二代 然而弗雷德的教育方式 却极其严苛 他从小就灌输给特朗普一个理念 努力工作绝不软弱 要像到冷血杀手一样 在父亲的影响下 唐纳德从小就养成了一种霸道的性格 他经常欺负同学 甚至连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不放股 有一天唐纳德在课堂上淘气曹老师 用没一块橡皮擦 弗雷德博人大怒立刻做出了决定 把唐纳德送进纽约州北部一所 军事化的技术学校 见所学校竞争激烈 环境严苛 但出乎意料的是 特朗普在这里竟然混得还不错 他不仅在多项体育运动中表现出色 还成为了高三的队长 在学校的年鉴上 他甚至被评为最受欢迎的男生 多年后 特朗普回想起那段寄宿学校的时光 他认为这是这段经历 教会了他成功所需的纪律 他也意识到 仅仅有纪律是不够的 于是他在大学读了两年后 便转学到了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 之后特朗普加入了父亲的工作 公司刚开始的日子并不轻松 期间父子俩 挽救了几个 避免失败的房地产项目 这个年轻的特朗普 上了宝贵的一课 即使出身优渥 成功也需要付出努力 经过三年的磨练 特朗普终于坐上了 公司总裁的位置 正式接过了父亲的一婆 俗话说 新冠上任三把火 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 对公司进行全面改造 老旧的特朗普父子 这个名字显然已经跟不上时代了 为了打造一个充满活力 现代化的企业形象 特朗普决定给公司 换得响亮的名字 特朗普组织 这是特朗普从接班到 独立创业的第一步 特朗普搬进了上东区的豪华公寓 开始频繁出入 曼哈顿那些高档的夜总会 身边总是环绕着 一位为美艳动人的女伴 在外人看来 她似乎过着只醉金迷的生活 实际像特朗普有得更甚远的打算 她正在精心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为日后的商业帝国打下基础 就在这十一的绝佳的机会来了 纽约时报对她进行了报道 作为纽约的精英阶层 最关注的媒体 纽约时报的认可 无疑会为她打开一扇 通往更刀社会圈子的大门 虽然当时的特朗普 还远利又达到她的最终目标 但她已经嗅到了成功的味道 20世纪70年代 特朗普对纽约时报的官图会认可 充满了渴望 她深知要想在未来的政治舞台上 有所作为 必须先获得主流媒体的支持 纽约时报第一次报道 特朗普使标题就直指要喊 有约是最大的房东之一 被指控种族歧视 这篇文章详细描述了司法部 对特朗普及其父亲提起的诉讼 指控他们的特朗普集团 在出租房屋时 歧视非裔美国人 对于一个深谷媒体运作之道的人来说 这样的负面报道无疑是一场公关危机 特朗普的许多律师都劝她尽快和解 平息这场风扑 然而一向固执的特朗普却拒绝妥协 她认为所有宣传 无论好坏都能为她带来关注 20世纪70年代初 在一个曼哈顿的时尚夜总会里 特朗普偶然结识了知名律师 罗伊·康 当时特朗普正位官司交头烂额 他向康抱怨说 找不到一个愿意接手这桩棘手案件的临时 对的都认为他不可能赢得官司 康主动提出愿意为他辩护 不仅如此 康还反诉了司法部 索赔高达一亿美元 虽然最终的判决结果并不理想 在康巧妙的法律策略 成功帮布特朗普集团 摆脱了困境 并且没有承认任何不当行为 对于特朗普来说 这是一次惊险刺激的法律战 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 从此他牢牢记住了这个教训 永远不要轻易承认错误 罗伊·康陪伴了特朗普 15年的法律生涯 两人关系亲历 在一张旧照片中 特朗普劳致罗伊笑得合不拢嘴 并自豪地称其为 我最好的朋友 特朗普的目光 早已超越了眼前的官司 他开始瞄准更宏大的目标 当时已经破产的 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 留下了三块宝贵的 仿地产资产 纽约西区的科莫多酒店 和两个大型的铁路战场 这些资产在曼哈顿 看成是最大的未开发地块 特朗普一世道 如果能成功拿下这些地块 他将有机会一跃成为地产大 很向所有人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甚至向自己的父亲 展示了这些资产的巨大潜力 希望得到父亲的支持 特朗普知道 只要他打好这手牌 就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 特朗普直接找到 开发机构的负责人 表达了对借片土地的强烈兴趣 之后他召开了一场 盛大的新闻发布会 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开发愿景 凭借父亲在政界的人脉 特朗普成功争取到了 与市长会面的机会 经过数周的游说 他终于获得了这片宝贵土地的开发权 特朗普将曾经破败的 克莫多酒店改造成了一座豪华的 郡月酒店 如今郡月酒店已经成为了 全美最成功的酒店之一 面对外界的质疑 特朗普谈言 仅仅获得开发权是不够的 他必须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 他表示虽然父亲的资源 为他提供了很多便利 但最终的成功还是取决于 个人的努力和智慧 然而特朗普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他想要成为纽约真正的房地产之王 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地产帝国 仅仅开发一座酒店 并不能满足他的雄心壮志 他决定在这块地上建造 二万套公寓 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他父亲一生的成就 特朗普的红尾蓝图 包括从第72阶一直延伸到第59阶的庞大建筑群 其中还包括豪华游艇码头 大型购物中心和各式各样的餐厅 打造一个集居住购物 纠闲与一体的综合体 不过这个雄心婆婆的计划 却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如此大规模的开发项目 并不符合社区的特色 会对当地的生活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当地居民凭借其长大的政治影响力 对这个项目进行了激烈的体制 面对居民的反对 特朗普感到非常愤怒 但他也无可奈何 特朗普明白一味强硬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缺乏灵活的外交手腕 无法应对复杂的局势 当1979年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摆在他面前时 由于种种原因 他最终功亏一篑 这次他职业圣利亚迄今为止最大的挫折 让他备受打击 而他并没因此一蹶不振 特朗普奸细失败只是在时的 他一定会卷土重来 与此同时 特朗普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女性 伊万娜 玛丽泽里克娃 这位金发碧眼 身材高挑的美女 有着异国风情和传奇的经历 哈城市竞技滑雪运动员和童星 为了逃离东欧 嫁给了一位奥地利朋友 离婚后他移居加拿大 并在那里邂逅了特朗普 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于1977年4月9日在纽约第五大道上一座 庄严的教堂里 大约九个月后 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小唐纳德 姑姑坠地 第五大道对特朗普有着特殊的意义 除了是他们举行婚礼的圣地 特朗普还梦想地在这里建造一座摩天大楼 将特朗普集团的总部设于此 在他心中 第五大道是纽约的象征 是一座塔楼的最佳地址 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 他心仪的那块地皮上却坐落着一座豪华百货公司 为了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 他不断给百货公司的母公司打电话 询问是否有意出售这块地 起初对方以为他在开玩笑 但特朗普的坚持让他们刮目伤看 几年后母公司的新任董事长 为了偿还债务决定出售这块地 特朗普如愿以偿 终于拿下了这块宝地 但这只是成功的第一步 接下来他还要面对邓严峻的挑战 说服市政委员会批准他的建设计划 好巧不巧的是 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正是当年 反对他在铁路战场项目上的人 特朗普知道 如果继续使用老一套的强硬手段 只会再次碰壁 这一次他决定改变策略 他找来了几位知名建筑师 为他的项目设计了令人惊艳的方案 虽然这些设计方案赢得了部分委员的认可 但仍有不少人是怀疑他 特朗普大厦的落成 刁丝特朗普从父亲弗雷德的阴影下走出 独立闯出了一片天地 这座摩天大楼的建成 无疑问纽约的天际线 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则为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欢迎图建筑 他的落成也标志着特朗普事业的一个新起点 开启了一个辉煌的80年代 与此同时世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 伯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 苹果公司推出了Macintosh电脑 Taco可乐推出了新配方 这些事件都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 而在这个充满机遇的年代 也伴随着悲剧的发生 约翰·列农 这位备受尊敬的音乐人被枪杀身亡 此外英国推倒了柏林墙 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20世纪80年代 似乎就是为特朗普量身打造的 每个时代崇尚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 贪婪是好事的口号不进而走 里根的当选更是印证了这一点 一个商人也能成为一国之总统 在这个背景下 特朗普从一个房地产开发商 迅速崛起 成为横跨金融和娱乐界的风云人物 澄清那些嘲笑他的媒体 不得顾纷纷报道他的成功 成绩赚点流量 特朗普频繁登上脱口秀节目 凭借其独特的魅力和敢于表达的个性 迅速俘获了关注的心 开设赌场 更让他平添了一份神秘而奢华的色彩 成为了无数美国人心中的偶像 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楼大厦 再加上一位美丽的欧洲妻子 特朗普的形象完美地诠释了80年代 美国梦的机制 有时特朗普走在街上 人们会出于某种迷信 想要触摸他 仿佛这样就能沾染上他的好运 这听起来有些荒诞 但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尽管拥有了常人 难以企及的财富和地位 特朗普却一直得失去铁路战场 念念不忘 五年前 过于种种压力 特朗普不得不放弃了这个项目 揭手这个烫手生育的是他父亲的老朋友 阿贝赫菲尔德 虽然重建计划得到了批准 但赫菲尔德却迟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一方面他为了获得政府的批准 做出了过多的让步 导致项目成本居高了不向 另一方面 特朗普在幕后暗东使坏 最终赫菲尔德不得不放弃这个项目 特朗普终于买下了那块地皮的开发权 这对他来说 不仅仅是一项商业投资更是摆脱父亲阴影 重新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 1985年感恩节前夕 特朗普高调宣布了他带了宏伟计划 将这片土地改造成一个巨型综合体 容纳近8000道公寓和占地约600个足球场的电视电影工作 他将这个项目命名为电视城地 希望能够吸引NBC等大型媒体公司入驻 特朗普之所以如此看重NBC 是因为他深知这家老牌媒体对纽约市的意义 NBC留在纽约意味着数千个就业岗位和数亿美元的税收 更重要的是NBC代表的纽约的文化软实力 是这座城市的形象代言人 然而特朗普的计划再次遭到了当地社区的抵制 但他很快意识到真正的主力并非来自普通居民 而是来自许任市长艾德特奇 尽管两人在表面上追求的一标一致 都希望纽约成为世界一流城市 但两人的理念和方式却大相径庭 他们都渴望成为纽约这座城市的主角 但实现方式却南辕北辙 科奇这位自诩为理性自由主义者的民主党市长 对特朗普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 而特朗普不断向州政府施压要求减税 同时又将这座城市打造成了超级富豪的乐园 科奇鄙视这种做法认为他有损城市的多元化 不过暗地里还是真相定律 他却越来越依赖特朗普 以及其他富豪专发商带来的巨额税收 特朗普则对任何阻碍他的人毫不客气 他希望纽约市能换一位 更能理解他商业理念的市长 特朗普人笑着说道 我和他为特朗普打扫的税秀问题 已经纠缠了太久 现在电视城项目又成了新的战场 特朗普再次尝到了失败的苦衷 面对科奇和社区活动家的联合抵制 他那雄心博国的电视城项目彻底破灭 决入战场选址的进展也一再受挫 让他感到无比沮丧 特朗普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 他令辟稀进 从人家破产的航空公司购入了一批飞机 创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特朗普班车 令人意外的是 特朗普班车深受民主欢迎 多年来一直是人们出行时的首选 与此同时 特朗普还在大西洋城的赌场 投入了巨额资金 不但扩大其规模 而特朗普最具影响力的举动 或许是他出版的交易的艺术艺术 这本书详细讲述了 他的人生经历 商业策略 并迅速成为畅销书 他的成功不仅为他个人 带来了巨大的名声 也为他未来的政治生涯 铺平了道路 书中他曾提出一个 不具争议性的问题 如果你今天失去了财富 明天你会怎么做 也许我会竞选总统 这个看似随意的假设 竟与他日后竞选总统的决定 不模而合 也或许他原本的目标就是如此 可能我会选为总统 特朗普一直对美国经济的现状 感到忧虑 他认为美国正在被其他国家 系统性地过去 特朗普显然不仅仅满足于在电视上发表凳子观点 他更进一步 赤字记十万美元刊登了整版广告会美国的外交政策 进行了尖锐批评 我认为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对软弱的恐惧 以及马哈顿房地产市场的零和博弈思维的影响 在他看来国家软弱会导致战争 同样在房地产市场上 他深信只有通过强硬的手段才能取得胜利 在他的世界里 不存在永久的盟友 也没有双赢的局面 一切都是暂时的交易 交易的艺术艺书的成功 以及公众对他在书中所表达的政治观点的积极回应 让特朗普意识到自己似乎有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人们开始主动寻求他的观点 甚至连那些与他业务无关的问题 公众也希望他能发表看法 特朗普乐于兼职做政治评论员 但现实很快将他拉回了商气 两名福布斯记者意外获得了一份 特朗普提交给新泽西州赌场管理委员会的 财务披露声明 这份报告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 特朗普的财务状况远 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稳固 他实际上正处于破产的边缘 特朗普竭尽所能试图阻止这个爆炸性新闻的曝光 但最终这篇文章还是在最后一刻复印了 只做了一些微小的修改 文章披露特朗普的净资产曾一度飙升至五亿美元 但如今已缩水殆尽 对于一直以来塑造的富豪形象 特朗普的这一丑闻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在媒体的紧盯下 他精心营造的成功人士人设 瞬间崩塌 对于一个试图将富豪 作为特任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来说 这无疑是毁灭性的 毕竟谁会愿意将自己脆弱的一面 暴露在数百万人的面前呢 特朗普的这句名言 或许是他职业生涯 最具讽刺意为的一幕 特朗普的财务危机 标志着他巅峰时期的彻底终结 也预示着他将迎来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 是他事业的黄金时代 那么90年代就是他帝国的崩塌 究其原因 极有伟观层面 也有宏观层面 在微观层面 特朗普的投资策略过于积极 他过度依赖个人品牌的影响力 而忽略了风格控制 再强大的个人品牌 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一旦失去光环 其价值也会大幅缩水 在宏观层面 整个90年代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 许多企业都未能幸免云南 特朗普的困境只是其中一个缩矣 当特朗普踏入商界时 有约正深陷一场经济与社会的双重危机之中 他敏锐地抓出了历史性的低房价机遇 在政府急需财政收入的背景下 低价勾入了大量放产 随着经济的复苏 特朗普的资产迅速升值 他进入赌场行业 也颇具前瞻性 新泽西州刚刚解禁赌场不久 特朗普便敏锐地嗅到了商机迅速补取 他的大部分赌场收购 都依赖于高额债务 只要经济持续向好 这种高杠杆的经营模式 就能给他带来丰厚的回报 然而好景不长 20世纪90年代出 美国经济现额衰退 特朗普的商业帝国 主要依赖于高消费人群的支出 当经济放缓消费者的钱包开始缩水时 特朗普的现金流也随之断裂 为了维持庞大的商业帝国 特朗普不得不背负了超过 30亿美元的巨额债务 才勉强维持公司的利益 为了偿还债务 他不得不忍痛出售了自己的 豪华游艇、航空公司 春泽连曾经引以为傲的 君悦酒店品台的一部分也 美国出售 更令人唏嘘的是 他的三家赌场也宣布破产 甚至一度 他不得不靠领取津贴过活 此时特朗普的个人生活 同样跌落谷底 他与引连马拉梅普尔斯的婚外情 被媒体大肆报道 这段草闻不仅破坏了他的婚姻 也严重锁盘了他的公众形象 他的妻子伊万娜在离婚时 获得了巨额财产 包括一处豪华的 康野迪格州豪宅 而位于纽约特朗普广场的一套公寓 特朗普的垮台 引发了公众对他的质疑 那些一直批评他的人抓住机会 将他描绘成一个虚伪的商人 他能指出特朗普所谓的白手起家 只不过是一个精心包装的谎言 实际上他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 离不开政府的税收优惠政策 父亲的巨额资助 以及各种特权 特朗普的成功之路 其实是一条高风险的告回报之路 他之所以敢于做出如此大胆的投资 这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自己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安全网 正是这些高风险到曝光度的项目 才造就了特朗普的传奇色彩 然而当西区铁路站项目宣告失败时 特朗普的帝国似乎摇摇欲震 长期以来 他一直梦想着将这片76英亩的土地 打造成自己的王牌项目 但最终就功亏一块 就在特朗普陷入困境之际 他发现长期以来 一直反对他的社区活动家们 却从他的失败中汲取了力量 他们提出了自己的开发计划 为了摆脱困境 特朗普不得不接受了他们的提议 将开发权转让给了一个 来自香港的财团 这一决定不仅让他 避免了个人破产的窘境 也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同情和谅解 从一个备受争议的商界巨头 到一个愿意倾听民意的企业家 特朗普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这标志着他职业生涯中的 一次重大转折 也是一次婆具戏剧性的付出 这场风扑彻底改变了特朗普的人生轨迹 婚姻的破裂和失业的滑铁炉 让他从有约地产大亨的宝座上低落圣坛 他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必须重新定义自己 付出成为了特朗普心里的重要一环 这个词语不仅仅代表着重返巅峰 更是一种自我救赎 通过付出他向世界宣告即使曾经跌入谷底 他依然拥有重新崛起的勇气和决心 而特朗普的付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事实证明他所面临的挑战远比想象中要严峻 但特朗普坚信只要坚持不屑 终有一天能够东山再起 特朗普的这次交易堪称审埋之笔 他将西区铁路厂站的开发权出售给纽约正确交易所 同时将特朗普广场赌场成功上市 不仅缓解了眼前的资金压力 还成功收复了银行放弃追债 这一系列操作显示出特朗普过人的胆识和商业之觉 5年内特朗普的净资产从负9亿美元 1月升至正7亿美元 实现了惊人的逆转 然而特朗普并不满足于仅仅用数字说话 他通过一系列高调的举动向美国宣布回来 他收购了环球小姐和美国妙龄小姐选美大赛 并置记资买下位于霍尔吉尔40号的70层板工大楼 将其更命为特朗普大厂 此外他还出版了回归的艺术艺术 向外界展示了他重生的决心 他劳气着那些在困境中抛弃他的人 将他们的名字深深地刻在心里 他向所有人宣告回来 工国创造商业机会 积极争取媒体报道 他营造出一种势不可挡的复苏势头 这两本书的出版 不仅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更重要的是让他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励志偶像 人们喜欢探东三再起的故事 而特朗普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特朗普深知这个道理并将其视为宝贵的财富 他曾说我让很多人感到惊讶 但最大的惊喜还在后头 现在他似乎找到了一个新的商机 一个可以再次创造奇迹的故事 特朗普开始与政治顾问罗杰斯通合作 委托进行了一系列民意调查 结果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投票给他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调查数据中也蕴藏着上期高达83%的受访者对特朗普有所了解 其中17%保持中立 人们喜欢特朗普的故事 他们将他设为美国梦的典型代表 一个成功的商人 然而人们对特朗普的评价也存在两极分化 一些人钦佩他的成就 认为他是一个敢想敢做的人 但另一些人则认为他过于自负 甚至有些傲慢 我同时爱他和恨他 我认为他有一个宝贝的意志 他从来自为很... 什么意思 我找到什么意思 你严重吗 对 他是阿里 我喜欢他 你严重吗 他有个名字 他有什么 这有意思是民调结果显示 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是自由派 而认为他是保守派的人数则要多得多 这似乎有些矛盾 一直以来特朗普的政治立场都扑朔迷离 这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作为一位富豪 按理说他应该更倾向于共和党 然而他花花绿绿的社交生活 频繁出入的派对 以及各种小包八卦 又让他更像是一位宁主党人 这种身份上的模糊性 也正是特朗普个人魅力的一部分 这些民调结果更坚定了特朗普的信心 他开始相信只要他下定决心成为总统 并非遥不可及 他们说像总统这样的工作需要很大的自尊心 就在特朗普准备更进一步时 1999年6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打漫了他的计划 他的父亲弗雷德·特朗普 因患痴呆症多年 最终因感染肺炎离世 父亲的病逝对特朗普打击很大 他陷入了深深的被动之中 而此时特朗普依旧在想的 如何为自己宣传 在父亲的葬礼上 他借此机会回忆起自己生命中最艰难的一天 更具戏剧性的是 他透露自己是在阅读纽约时报头版 报道自己事业成功的新闻时 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的 与此同时特朗普的私生活 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的前妻马拉·梅普尔斯并未出席葬礼 两人早在父亲去世前17天就已离婚 与此形成姓名对比的 史先任妻子梅拉尼亚 陪伴的特朗普出席了葬礼 梅拉尼亚是斯洛文尼亚裔模特 他们从去年就开始约会了 随后特朗普把注意力 转回到他父亲去世前 就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上 他这次应该竞选总统吗 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目标 但不会以共和党人的身份参加 罗斯·佩罗 这位成功的数据公司创选人 曾两次向美国总统宝座发起重启 对美国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2年和1996年 他都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提出了你想要一个 来自你自己的政府 这一经典的竞选口号 对美国人造成为家 你从川 flick的政府 这一经典 человека 还是有建立你从你 对美国人aaaa כן Waha chi O who do the people in Washington work for 对美国人 政治观点独树一帜 他既不完全属于共和党 也不完全属于民主党 他反对自由贸易 主张平衡联邦预算 并提议提高富人税收 尽管他两次都未能赢得选举 但佩罗向美国人 展示了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 他所代表的第三条道路 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多人尤其是他的反对者 将俄斯·佩罗贴上了 民粹主义者的标签 不管如何定义 佩罗都成功引起了选民的共鸣 在1992年的总统选举中 他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 获得了近18%的选票 这是80年来 第三方复选人取得的最高成绩 四年后 他又以改革党的身份参选 虽然得票率有所下降 但仍获得了8%的支持率 哥朗普密切关注着这位 曾一度撼动美国政坛的商界巨子 他看到了佩罗的成功 也看到了挑战主流政治共识的可能性 佩罗的经历让特朗普相信 如果自己参选 凭借更高的知名度 完全有可能复制佩罗的成功 他甚至曾向朋友接新闻图拉请教过竞选策略 特朗普加入了改革党 并组建了一个探索委员会 正式宣布进军政坛 他频繁参加脱口秀节目 高调地在加利福尼亚等地进行竞选活动 比豪言壮语要投入1亿美元 不仅要赢得改革党的提名 还要支取白宫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竞选策略得到了前职业摔跤手 时任名医苏达州州长的杰西·文图拉的支持 文图拉的成功案例 无意给了特朗普很大的启发 他认为自己也能像文图拉一样 从娱乐圈转政坛 成为一位成功的政治家 他匆忙出版了一本书 概述了他的政策建议 甚至谈到让奥普拉成为他的竞选党 特朗普在加州改革党初选中胜出 眼看就要锁定了党内的提名 本以为他会与党内其他两位候选人 乔治·布宣和阿尔格尔 携手共进共同挑战大选 然而就在此时 特朗普却突然宣布退出进选 他公开表示 我不会再执政了 你们知道改革党正在自我毁灭 内斗 正在吞噬这个党 特朗普认为改革党 无法提供他所需要的支持 但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他退出竞选的借口 即使改革党日界衰弱 他完全可以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选 并获得大量自仇自尽的支持 而特朗普最终还是选择了放弃 他坦言自己无法承受失败的打击 如果参选却没有赢得选举 那么他将会成为一个失败者 而这对他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但特朗普并没有关闭未来竞选的大门 当被记者问起他是否会考虑再次参选时 他说他会在几年后考虑 时光流转 就在911事件发生百年后 一位名叫马克·伯内特的男子 找到了特朗普 他刚刚制作完成了一档 名为幸存者的热门辨识节目 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将这个节目搬到董事会会议室 打造一档全新的商业竞技争门秀 华内特向太朗普发出邀请 希望他能成为这档节目的主持人之一 太朗普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最终同意了这个提议 几年后当学徒的首期在纽约 这个全球经济的引擎轰鸣的城市播出时 每周有超过2000万观众 屏息以待目睹选手们 在残酷的商业竞技场上 针锋相对 然而真正的焦点是特朗普 NBC电视台迅速意识到 特朗普的强大号召力 决定围绕他打造整个节目 在第一期的开场白中 特朗普申请回顾了 自己几年前的困境 学徒无疑是特朗普主持生涯中 最闪耀的时刻之一 这档节目不仅让他收获了巨大的名气 更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据估计他从学徒的薪水版权费 以及其他衍生收入中 获得了近5亿美元的收入 当然随着21世纪初科技行业的崛起 和房地产市场的波动 特朗普的房地产大互形象逐渐被淡化 尽管如此 凭借着学徒这个平台 他成功地将个人品牌 打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业蒂固 每周数百万观众通过电视音频 见证着这位商界巨子的生活方式 必将他视为成功的典范 可以说学徒是促使特朗普 从房地产开发上转型为 个人品牌经营者的关键一步 2009年正值美国深陷金融危机 和政治动荡之际 特朗普即将推出他的新书 像冠军一样思考 北曼兄弟的倒闭 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暴 而奥巴马的当选 也标志着美国政治格局的变客 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 特朗普的政治立场 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他重新成为了共和党人 这个决定似乎与当时的 社会大环境格格不入 就在这一年 特朗普结识了 纪录片导演史蒂夫班农 后者正在拍摄一部 关于金融危机的纪录片 班农是美国保守派 政治变迁的一个典型代表 强任高盛投资银行家的他 随后投身媒体行业 并最终成为 极右翼新闻网站 Fiber News的执行主席 成为美国政治舆论场上的 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2009年 班农和特朗普在位于 曼哈顿的豪华公寓中会灭 特朗普将中美之间的经济竞争 比喻为 美国曾经与日本的经济对抗 认为中国正试图 以类似的方式 掠拨美国的经济利益 当时美国正经历着 严重的金融危机 民粹主义思潮 在社会上蔓延 许多美国人认为 美国正在走下坡路 对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 感到搬有 班农和特朗普的观点 无疑迎合了部分美国民众的焦虑情绪 没有哪个群体 比查党运动的支持者 对奥巴马政府更失望 他们反对大政府自由主义 对奥巴马政策持强烈批判态度 查党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崛起 一方面是源于 对奥巴马政府的强烈固满 另一方面也是多年来 激距地对政府干预 福利膨胀等问题的愤怒爆发 查党运动没有明确的纲领 反而以反对现行体制为主要诉求 这使得他的边界非常模糊 为了表达对政府的购买 数十名查党活动家 积极参与了共和党初选 挑战传统共和党建制派 尽管查党运动在 2010年中期选举中 展现出了强大的能量 但共和党却一直苦于寻找一位 能够充分代表 并赢党这股力量的候选人 许多共和党选民希望叹到一位 敢于直言 个性鲜明 能够坚定捍卫保守价值观的领导人 他们渴望一位熟悉并深受他们喜爱 甚至敢于发表一些激进言论的政治人 能够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2011年初 特朗普在保守派政治行动 回忆CPAC上发表了一场备受关注的演讲 他站在台上向台下的共和党支持这么喊话 称那些支持奥巴马的共和党候选人是失败者 他引用杂志上的报道 夸耀自己的商业成就 并承诺如果当选将废除奥巴马意改 这番言论非常具有特朗普的个人风格 自信直白 且不乏夸张 更令人惊讶的是 他甚至声称奥巴马的当选是他始料未及的 不过观众不买账 他可能会放弃竞选 他们曾打赌特朗普会在整个会议中 发表最受欢迎的演讲 然而他在演讲中提问奥巴马的出生地 这一举动被认为是在模仿当年 他对中央公园无少案的反对态度 20多年前 特朗普善于利用人们的种族偏见 来制造宣传效果 他甚至公开质疑奥巴马的国籍 并要求他出示出生证明 声称其中可能隐藏着什么秘密 这场争议在特朗普2012年的总统竞选早期 引发了广泛关注 使他在一众竞争者中脱颖而出 他运用了多年来 在曼哈顿房地产领域积累的 长做空舆论的技巧占据了选民隐藏 最终奥巴马不得不公开他的出生证明以平息质疑 奥巴马对此的回应并不只是简单澄清 其周后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 他用一场犀利又幽默的演讲 回敬了特朗普 为自己报了一箭之筹 奥巴马的机制和从容 赢得了在场众人的喝彩 没有人比特朗普更为自豪地宣布 出生证明事件终于告一段落 他表示 这样他就能重新专注于更重要的事情 比如探索登月是否是伪造的 然而这场闹剧带来的羞辱 并未就此结束 赢朗普对此事的回应饱含不甘 但最终他不得不退出竞选 与此同时 尽管支持查党议程的候选人层 掀起一阵热潮 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 却未能激励足够多得选民 在选战中 这位彬彬有礼的摩门教徒 一家私募股权公司的创始人 写得过于中规中矩 未能点燃七层的热情 最终败被 很多人原以为特朗普在政治上的兴趣 会因挫败而逐渐消退 转向其他领域 但事实证明 情况正好相反 他对政治的兴趣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愈发浓厚 与此同时 那些以追随特朗普为职业的人 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活跃在工作事业中 似乎预示着他的影响力 正在以另一种形式进去 这并不令人意外 特朗普对不感兴趣的事物 往往缺乏持久的观渡力 但一旦涉及到他真正关心的议题 比如说西区铁路站 他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坚定 与此同时 美国的媒体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新闻媒体的两期分化日益严重 各种替代新闻来源 如Fightbar News开始斩无头角 特朗普敏锐地察觉到 这些新兴媒体填补了传统媒体 所忽视的市场空白 一开始利用新兴的社交媒体平台 如Twitter来传播 与这些媒体相似的观点 这种现象导致了美国许多地区 政治光谱的右移 形成了所谓的红潮 共和党在2014年中期选举中 取得了压倒性胜利 不仅赢得了参议院控制权 还扩大了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这场胜利的关键在于 他们成功利用选民 对犯罪边境安全 以及来自中国等国家威胁的担忧 这一策略奏效了 尽管很多候选人在选战中 顶着净负面的支持率 仍成功当选 这种现象在民调专家的记忆中 极为罕见 特朗普始终坚信 自己有能力成为总统 但现实是他从未获得过 赢得总统选举所需的 主流政党的真正支持 然而形势似乎悄然发生了变化 随着问题日益复杂 美国人尤其是共和党选民 太史倾向于接受 更激进的解决方案 这种氛围为特朗普提供了 独特的机会 在两党内 没有人能匹敌特朗普的个人魅力 和公众知名度 可过他能将这种影响力 与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 主张结合起来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极具竞争力的组合 为他的政治生涯 带来新的转机 2015年6月16日 特朗普在妻子梅拉尼亚的陪伴校 从特朗普大所的自动辅提上 缓缓走向 背景音乐 响起尼尔扬的摇滚 自由使劲 站在一众支持者面前 他郑重宣布 他的演讲一开场便充满批判 哀叹美国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胜利荣光 成为所有问题的垃圾场 他指出数十亿美元被浪费在海外战争上 带来的只有死亡和士兵被遣返 毫无实质成功 而国内经济则持续疲软 尤其是在奥巴马移改和贸易协议的影响下 大量工作岗位流失到中国 墨西哥等国家 哥朗普的言词强烈 且情绪激昂 刚用简单直白的话语 描绘了一个需要拯救的美国 这也成为他竞选风格的标志 为后续的政治崛起 奠定了计 共和党人似乎并未真正认真对待 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而特朗普的竞选斯德 成为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 他策划了一场 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回归之一 并声称他可以为美国做同样的事情 尽管主流媒体从未真正严肃看待他 甚至将他的竞选演讲视为笑话 一些评论者调侃道 我现在就给你拍一张竞选支票 许多人质疑特朗普真的认真竞选总统吗 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竞选并非笑话 而是深思熟虑的计划 特朗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筹备竞选 建立团队 雇佣专业人士 并与私通和班农等政治顾问 保持紧密联系 尽管公众对特朗普的看法不一 但他的竞选战略却聚焦于贸易和移民等核心问题 特朗普用事实证明 他并非一个玩票的候选人 而是一个有备而来的挑战者 特朗普的顾问们很清楚 他的观点能够与选民产生共鸣 顾问们曾建议他在演讲中谈及移民问题 并用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 修建一道墙作为比喻 然而特朗普却将这个比喻 视为实实在在的提议 并坚信这一直觉是正确的 事实证明他的直觉大获成功 这堵墙 虚说成为他整个总统竞选活动中 最引人瞳目的标志之一 让他在移民问题上持续受到关注 也让这一体牢牢抓住了选民的情绪 尽管主流媒体一度将特朗普视为笑料 国和党的领导人却对他充满警惕 在他们眼中 特朗普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威胁 甚至是他们最可怕的恶梦 他也是考虑到他们曾试图通过 向少数族裔选民伸出橄榄枝 来改善戏 特朗普的出现 对他这一努力显得苍白无力 也让共和党内部的矛盾 进一步凸显 尽管建制派共和党人 制图各置他的石头 但很快发现他们无能为力 2016年的共和党初选 彻底变成了特朗普的个人秀 他毫不掩饰地攻击对手 称不喜欢的女性为肥猪狗 拿他鬼 和令人厌恶的动物 特朗普利用推克塑造自己 用犀利甚至冒犯性的语言 持续吸引官土 他不仅将政治变成了一场 全民讨论的必看节目 更让选民对他产生了 难以忽视的兴趣 在一次公拍辩论中 当对手暗示他的手小时 特朗普直接回应 打过我的手帽 没有没人打过我的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 看看这些手是小手吗 如果我的手小 其他地方一定也小 但我向你保证没问题 我保证 这番回应 不仅再次成为热议话题 还凸显了他独特的 无所畏惧风格 特朗普以他的语言攻击 和争议性表态 不断主导媒体 证明了他在这场初选中 是不可忽视的历练 阿朗普的知识率 很快在民调中升至首位 尽管他本人 并未预料能维持这一位置 但他的竞选活动势头 却不断增强 海外事件的接连发生 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态势 2015年12月2日 一对穆斯林夫妇 在加州圣诞带迪诺的工作 圣诞派对上制造枪击案 造成14人死亡 而就在此前的11月 巴黎发生恐怖袭击 导致130人遇难 这线事件成为全球焦点 也让特朗普迅速抓住机会 升级他的竞选话题 他在公众场合呼吁 全面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这标志着他在竞选中 对穆斯林的态度 迈向了更为极端的阶段 特朗普的对手们 本以为这次 抓住了他的把柄 认为如此极端的言论 会按照总统竞选的常规规则 导致他失去支持 然而现实却出乎意料 特朗普非但没有因此失分 反而进一步巩固了支持记者 选民们似乎对党内传统规则 毫不关心 对他的反常规风格 和直接言辞 愈加认同 地下竞选逐渐变得 不只是政策和政见的较量 更是一场关于态度和情绪的选民 动员游戏 而特朗普无疑成为了主导者 相反选民们似乎在奖励特朗普 认为他以一种真实的方式 谈论问题 他本人也逐渐意识到 自己仿佛身体 拟一盔甲 即使说出一些相当离谱的话 他也能安然无恙 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发生两个月后 特朗普的民宿 首次以积极候选人的身份 出现在爱荷华州党逃会议的选票上 这标志着共和党初选正式拉开帷幕 也标志着特朗普从争议人物 迈向竞选主角的转折点 他用极端言乐和个人美丽 持续吸引选民 彻底改变了传统选举的规则 尽管在民调中领先 但在爱荷华州党盘会议上 特朗普仅排名第二 仅次于泰德·克鲁兹 这一结果 让许多人 尤其是主流媒体感到松没口气 他们认为 这场疯狂秀终于接近尾声 成年人将接管局面 然而他们低估了特朗普的任性 这只是他的开始 接下来的初选中 特朗普迅速赢得新罕布什尔州 内华达州和南卡罗莱纳州的胜利 尤其是在南卡州 这个非裔美国人 占四分之一以上人口的州 他的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地位 随着形势的演变 特朗普的对手们 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如果他们想阻止 特朗普获得体名 就必须联合起来 共和党初选的战线迅速收窄 仅剩三位主要竞争者 特朗普、泰德·特鲁兹和俄亥俄州州党 约翰·塔西奇 那些希望看到特朗普失败的人 寄希望于他会在接近终点线时 因压力而崩溃 而事实证明这个猜测过于乐观 特朗普在初选阶段的连胜 不仅令他的支持者信心倍增 也让他的反对者陷入了更大的焦虑 尤其是在2016年初 人们开始质疑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单 工厂情况下 严肃的候选人会在公开审查中 自愿披露自己的纳税金 然而特朗普却选择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他并没有公开自己的纳税申报单 而是声称正在接受审计 他还补充到 已知道唯一关心我纳税申报单的人是记者 特朗普深知若公布这些文件 纳税申报单中可能会揭示出 变远不悦的细节 例如巨额债务 和俄罗斯等国家的商业交易 因此他选择了不公开纳税申报单 而是编造了一个借口 以此避免了外界的进一步审查 科朗普之所以能够以正在接受审计 为由避免公开他的纳税申报单 实际上是他如何在法律上 巧妙应对挑战的一个比例 即便如此这一策略也帮布他击败了 竞争对手和批判性的媒体 随着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临近 特朗普在代表票的技术中遥遥领先 他在56场初选中赢得了41场 看起来一切都已成定军 尽管泰德特鲁兹竭尽全力 试图说服代表们改变支持立场 但就像共和党妹所有试图阻止 特朗普的努力一样 这一常识最终也失败 这一时刻几个月前 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实际上早已注定 特朗普成功地策划了一场 对共和党的恶意收购 并让这一过程看起来轻松而无忧 安朗普善于利用美国社会和经济中 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 并凭借个人魅力 大胆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表达的观点 就离他第一次考虑猜选 已经过去将近30年 他已经成为主要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正被与经验丰富 知名度极高的对手希拉里 克林顿一蹶高下 这两位候选人堪称截然不同的代表 特朗普作为一位来自 亚迈加庄园的傲慢房地产开发生 凭借强大的意志力 长心闯入了美国的国民意识 而克林顿这次承认 国务卿和第一夫人的资深政治人 从大学时期便为竞选总统 做好那长期准备 许多人当时相信 克林顿会在11月的选举中轻松获胜 毕竟他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知名度 建制派当然希望希拉里·克林顿能够获胜 但事情并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克林顿的竞选团队 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 不仅需要应对一系列指控 还要面对数千封被维基解密 黑客入侵并公开的私人电子邮件 这些邮件来源于他的竞选主席 约翰·博德斯道里面曝光了不少敏感内容 克林顿的团队意识到 直到选举里 他们都必须与这一问题作斗争 在泄露的邮件中 民主党高层频繁讨论如何破坏 民主党人的信息安全问题作为选举争论的焦点 这些泄密世界为他们提供了攻击 希拉里个人道德的机会 看起来是特朗普攻击他的绝佳素材 他们声称希拉里的行为是故意的 蓄意的 但尽管泄露的电子邮件 看似为特朗普寄贡了有力的攻击点 实际上这些材料并非全都对他有力 泄密事件带来的影响既复杂又微妙 并不是单纯的政治利件 事实上希拉里和他的支持者 提出了一个特朗普一直试图回避的问题 为什么特朗普似乎如此青睐 俄罗斯总统弗拉吉米尔普京 两人的关系至少可以致数到2013年 当时克特上学问普京是否会参加 莫斯科的环球小姐选美比赛 并且表示普京是否可能成为他的新朋友 虽然揭凡言论当时显得有些奇怪 且没有引起广泛关土 但随着实践推移 普京的行为越来越引发国际思维的关注 德金不仅派遣俄罗斯军队 贪并克里尼亚 还破坏了乌克兰民选政府的稳定 而乌克兰本是美国的盟友 早在这之前 普京对法治的漠视就使他成为了 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 主要地缘政治对手之一 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 无疑成为了他竞选期间 一个无法回避的正义 特朗普似乎确实非常钦佩普京 尤其是普京的强人政治风格 这引发了人们的猜问 特朗普是否在俄罗斯有商业利益 俄罗斯是否掌握着 关于他的某些不利材料 为什么特朗普对此问题 表现得如此回避 有记者问道 以和弗拉基米尔普京有关系吗 特朗普回答 我和普京没有关系 然而尽管如此 特朗普始终不愿批评普京 自于他向美国选民 宣传的核心理念向矛盾 他曾表示 自己将在漫长的商业生涯中 磨练出的谈判技巧 用于防止美国被其他国家欺骗 但在普京问题上 他的立场却显得格外宽容 如果俄罗斯愿意在美国大选中干预 为什么特朗普要阻止他们呢 这一点让人不禁怀疑 特朗普对普京的态度 是否仅仅出于政治利益 或者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此外 特朗普认为 经过40年的公众曝光 无论是好是坏 美国人早已了解他是谁 随着竞选活动接近尾声 希拉里·克林顿在民意调查中 建立了微弱但明显的领先优势 如果这种优势能够持续到选举之夜 他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然而在大选前的一个月 两个意外事件打破了竞选局势 《华盛顿邮报》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特朗普与电视节目 走进好莱坞的主持人 进行了对话并发表了 侮辱女性的言论 这段视频迅速引起了 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成为了选战中的重大变数 这段录音成为了 特朗普批评着攻击她的有力武器 暗示她粗鲁 蔑视女性 因为她不适合竞选总统 特朗普深知这段录音的影响力 他知道这次事件对他来说非常严重 因此他做出了竞选中的首次公开盗窃 或许也是他成年后第一次正诚的盗窃 他说我从未说过自己是完美的 也没有假装过自己是完美的人 我说过和做过一些让我后悔的事情 今天曝光的这段十多年前的视频 就是其中之一 竞选活动一度陷入困境 部分人士甚至要求特朗普退出 但他并没有考虑这一点 相反他抓住机会筹划反击 他承认自己曾说过一些愚蠢的话 但他指出其他人也有言行不当的例子 尽管他本人有缺点 但他的对手也并对完美无趣 这一策略取得了意外的效果 人们开始更多地讨论特朗普的果敢 和比尔克林顿的仇闻 走进好莱坞的录音带 让特朗普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立场 如果主流媒体 民主党人 甚至部分共和党人 希望他退出竞选 那么他的支持者将因他勇敢 反抗或支持 这对特朗普来说像是一枚荣誉徽章 他非常乐意佩戴 然而竞选活动依然发现了一个意外转折 FBI重新启动了 对希拉里·克林顿电子邮件使用问题的调查 执掌詹姆斯·康米在治国会的信中解释到 调查发现了与另一起无关案件相关的燕子邮件 康米决定重新审达克林顿 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的事件 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震惊了公众 但似乎为时已晚 选举之夜 特朗普并没有预料到自己回忆胜出 尽管如此 他享受着与胜利愈发接近的感觉 也乐于看到这场竞选围绕他展开 纵容他的一去 他在特朗普大厦的顶层公寓度过了这夜 而希拉里则预定了贾维特中心 一个带有玻璃天花板的会议场所 希拉里·克林顿曾以为自己能够突破那个玻璃天花板 而这个天花板恰好建在特朗普在1970年代 所拥有的土地下 克林顿和特朗普都将大量精力 集中在某些关键摇摆州 而北卡罗莱纳州便是其中之一 最终特朗普赢得了北卡罗莱纳州和威斯康辛州 成功突破270张选举人票的门槛 尽管他的总选票比预期少了近300万张 但特朗普赢得了他需要的关键咒物 最终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 在竞选初期几乎没有人认为 特朗普会参选坚持到最后 或者赢得党内提名 更没有人相信他能够赢得大事 然而他最终做到了 这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不可思议 但对特朗普而言 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期之内 他一直相信自己能够成功 两个半月后 在一个寒冷的一月 特朗普正式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 他的当选标志着 美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在他整个竞选过程和总统生涯中 特朗普深刻地改变了美国 他抓住了美国社会的裂痕 并将其彻底撕开 创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暴 人们不禁要问他为什么要竞选总统 继续发推特做商界大佬 不是更轻松吗 答案是特朗普一直渴望证明 那些看清他的人是错的 有时候这些人是他深爱的亲人 比如父亲 但更多时候 他是受到让批评者闭嘴的驱动 主流媒体从未认真对待他 而当权派总认为 他不配担任更高职务 还有许多人在他最需要时抛弃了他 正是这些挑战和批评 成为他不断追求成功的动力 对于特朗普来说 没有什么比接管那些沿海精英 没有如此看着的总统办公室 更能回应他们的方式 更何况这也是他向父亲 证明自己是一位成功者的机会 我不认为人们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也不喜欢过多分析自己 因为有时我可能不喜欢 看到的那个自己 那是这么容易 那是这么容易